清晨四點半一名婦人 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想要走到對象 沒有到這時 一輛貨車從左方開過來 來不及煞車直直撞上婦人 導致她左腿受傷倒地不起 所有警方和救護車也來到現場 將婦人緊急送醫 不過這貨車車頭凹陷 擋風玻璃也碎成蜘蛛網撞 撞擊威力十分驚人 我剛剛直起啊 因為這是閃紅燈啊 我過的時候 那個阿姆先走出來 我要緊急煞車來不及 自小貨車車前打風玻璃等處回損 今警方對駕駛十十九車值為0 這起車禍意外就發生在 今天清晨四點半左右 一名無心駕駛開著貨車 要去送牛奶 沒有到行進至高雄鳳山 新富路時 撞上一名67歲的婦人 受駕駛表示 當時她的車速並不快 來不及煞車才會撞上 警方初步研判 小貨車駕駛沒有注意車前路況 行人也沒有依規定 穿越道路才會釀起意外 至於詳細的罩則 還有再進一步釐清